大家好,我是一杨 有很多腿粗的朋友分不清自己是肌肉腿还是脂肪腿 其实判断肌肉腿和脂肪腿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手捏一下 如果捏起来是一层薄薄的皮 里面是强力韧性的组织 这就是肌肉腿 如果用手捏起来是松软的组织 而且感觉生疼生疼的 厚度大约一厘米 这就是脂肪腿 这个方法同样是用于我们浑身上下所有的部位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有氧和拉伸相结合的瘦腿动作 不管你是肌肉腿还是脂肪腿 经常锻炼这个动作都会有不错的瘦腿效果 下面我就来说一下这个动作的具体做法 首先准备一个椅子或者其他的支撑物都可以 自然站立把手搭在上面 两腿两脚都并拢 收腹划慢地蹲向 脚跟离地脚尖着地 接着肾膝站直 脚跟着地脚尖离地 脚尖落地 屈膝 后脚跟抬起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注意在站立时 腿要绷直 脚尖用力抬起 并稍微停留 形成L子拉伸 这个动作结合了蹲斯体重和L子拉伸 能够有效地解决腿部前后部均匀 比如大腿前侧突出 小腿外翻 是腿部塑形的黄筋动作 在练习熟练以后 也可以逐渐地加快速度 这个动作20个为一组 工作4组 组一组之间休息30秒 除此之外 也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跑步 在跳绳和跑步的时候 通常可以消耗身体的热量 从而起到减脂肪的作用 另外还要配合适当的饮食 尽量不要吃高油脂 高热量的食物 受体的方法还有很多 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 比如走路 蹲马步 一字马 靠墙站 都可以起到受体的作用 走路是一种在平常不过的运动 其实它属于有氧运动 在走的时候 要观察一下自己走路的姿势是否正确 避免让小腿承受过多的重量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